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管理数学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如何做最佳解 那么这边是教各位同学 采用的是踏实法 什么叫做踏实法呢 矩阵就像是一个水池 那么我们所有的基本变数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时阶 我们可以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但是都是以一个 都是正的 直角形的方式 用跳的方式 由这个基本格子的话来说 只要是由任何一个非基本的格子 根据的这个基本格 来做一个上下的移动 回到它的原处 我们就称为踏实法 我们就称为这整个一个圈圈 叫做一个避回路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用例子来做 同学会比较看得清楚 避回路 那么每一个非基本的变数的格子 就是我们刚刚打叉叉的那个位置 都会拥有唯一的一个避回路 这个观念是怎么做呢 我跟各位同学说 我们要了解所谓的最佳解的意思 就是说所有打叉叉的代表是什么 我们不放数字 那么不放数字来说的话 假设我们要考虑的是提高了一个运输量 就是说现在我们改变了 如果我们把它叉叉的那个位置 增加了一个一 那么中间的话 透过一个避回路 使得这个避回路 你发现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它是正的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的是已经到达最低成本 这个叉叉是应该要打叉叉的 就是不应该放的 如果说是负的小于0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那个叉叉应该要放数字 我们原来的话呢 还没有达到最佳解 所以我们就依照了这样的观念 我们就称为这个叫做踏实法 那么还是从例子上面解释 会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来教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避回路呢 避回路就是说 一定是出发点 一定是有一个原来打叉叉的位置 出发只能够上下左右 都是走直角的 来我们来看看 以这个A来说好了 A我们要往下走的话呢 碰到一个红色的 碰到红色的就要转弯 那么现在只能够向右了 碰到这边 好那现在的话呢 再往上 如何能回来 可以就直接回到这边来 这就是一个避回路 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些红色的部分呢 让我来解释 假设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运输量的话 这边增 这边是不是叫减 一定要减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 总共是18 那这边增 是不是这边就要减 这边减 是不是这边就要增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直角的一个避回路 如果他增了 那他就减 他就增 他就减 我们发现了 他增了以后 我们发现的话呢 整个成本还会更小 代表的是原来的解释不好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做修正 来我们再来画一个避回路 各位同学避回路不一定是举行 那么我们来找一个比较复杂的 好我们来看 从这个BD这个点来出发好了 这个地方要往下走的话呢 只能够到到18嘛 我们用绿色的来表示 来向右走呢 没有选择就到这边来 要向上藏走呢 我要回到这边来哦 但是但是只能走这条路 现在只能向左走 只能到这边 好 现在只能往下弯了 那么这个19不要理他 我们就直接穿到这边来 这就是一个避回路 我增加一个 你这边就减一个 这边就增一个 这边就减一个 这边就增一个 这边就减一个 如果说我们来想一想 每一个避回路 就是从这个叉叉的这个地方 每一个避回路 我们都考虑进去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来说 加起来都会变成比较大 大于0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是一个最佳解了 因为这些叉叉都是不应该放数字的 那就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看编辑成本的做法 那各位同学请看啊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避回路 对不对 以这个题目来说 如果我们增加了一个量 那这边就是就要增加了4 原来我们没有算到 来我们加4 如果这边一旦是加了4 这边是不是就要扣三 这边增加一个 这边就要减一个 所以要减三 这边减三 这边就要加5 这边加5 这边就要减5 好 经过算出来的结果 发现是正的 正的代表是 不好 对不对 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呢 增加一个 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是 这样子做是正确的 就是说 我们的成本 这样子会提高的 所以这边叉叉是应该的 好 再来考虑 第二个回路 刚才我们做的是 这个回路 来我们看 这个只要增加了 一个成本 那就是要加几 加12 那么跳过来 我们看这边 这边增加了12 这边就要减7 这边一减 这边就要增 增多少 增10 这边就要减3 这边就要增加了5 这边呢 这边就要减5 来我们算一下 结果是几 正的 正的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0 这个叉叉 叉得很好 没错 这边的话呢 是OK的 现在我们要确认 这个解释最佳解 我们就必须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有的回路 找出来了以后 发现 这六个回路 全部都是正的 那么我们就肯定的说 这个解已经是 最佳解了 那看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这个回路的做法 这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才能够确认 它绝对是最佳解 那么也称为这种方式叫做穷举法 所谓穷举法的意思就是 所有打叉叉的 我们都确认了 它只要增加 都会提高成本 所以我们叉叉是叉的应该的 我们来看看 万一 刚刚我们都是说 叉叉叉的是正确 万一叉的不正确 是要怎么做 那么同学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回路来看 如果说这边是一增 增的话呢 就是加三 那这边的话来说 就要减五 这边就要 加十二 这边加十二 这边到这边来呢 要减七 到了这边呢 就要加六 这边呢 就要减十一 我们发现 负的哦 负的是什么意思 负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的话呢 如果说这里增了以后 成本会降低哦 成本会降低 代表是说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要 在这个地方放个数字 而不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解不好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就 这边要做一个加 加了一个Y 这边加Y 这边就要减Y 你这边只要增加多少 这边就要减掉多少 因为这合在一起 一定维持这边的 基本数字 这边减Y 这边就加Y 这边就减Y 这边就加Y 这边就减Y 这样子就能够 平衡了 好 现在平衡了以后 我们来看看 令Y是多少 才是恰当的呢 来 我们来想 这个地方 Y都是正的 我们这个 每一个字都要正的 这边最小的数字是几 十 所以我们就让它 到底为止 就把它杀光为止 Y就等于十 我们令Y等于十 来 我们写下去 令Y等于十 那么现在 我们看这个地方 应该要多少呢 Y等于十的话呢 这边就零 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掉 把它改成叉叉 那么这边是Y等于十 那这边就应该是十 这里Y等于十 这边就应该是六 这边Y等于十 这边就应该是十五 这边Y等于十呢 这边是四四 这边Y等于十 这边就改为十九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 以这样子来做 会比刚刚要来的好一些 但是还没完 要确认这个整盘 都是最好的 就是要一个一个 只要是叉叉的 就是要check一次回路 以确保它是 全部都是正的 就是代表的是 这些叉叉 都是该打叉叉就对了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一个叫做踏实法 这是一个找寻 最佳解的一个方法 很麻烦 但是一定要了解 我们后面还有介绍 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个方法叫做modify 快一点 但是回路的观念 绝对要有 因为只要是用到了 确认它不是最佳解的时候 我们都要利用必回路 来去做修正 就是一个加一个减 一个加一个减 那么这个modify 那各位同学学到这边 当然就会希望说 那modify是不是 真的很简单呢 是简单很多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继续往下 参考一下modify是怎么做的 谢谢大家